长话说 有才能的上司永远是少数 人生的大部分时候 你得学会和极品的领导相处 这句话放在历朝历代当中使用 都是合适的 尤其当那些极品领导 被各种意识形态和利益交换给裹挟后 那么作为下属 想要好好活着 就必须得靠自己了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被宋明将崇移 便将要面对这样的局面 崇移火约的时代 正处于北宋政治斗争 日趋激烈的时期 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离世后 新上位的旧党大臣 停止了昔日的突边视野 云游朝的这种政治氛围 自然也影响到了武将崇移的生活 那么为何这些旧党大臣 要停止北宋的突边呢 克劳维茨在《战争论》里参总结过 战争无非是政治 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但是在人类建立起文明后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简单明了地公开 自己的战争目的是为了政治利益 而是会用另一个词 来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 什么词呢 大义 也既诗出有名 西夏警宗李元昊构建国家 固然要重用汉人学习宋志 但等发起战争了 他又得重提汉博对立 而宋神宗打西夏 理由也是夏慧宗被母亲软禁 他要帮助西夏 离亲内政 只是有时候当人们把大义这个东西放嘴上提了太多次 也存在着把自己人给忽悠瘸的问题 譬如说宋哲宗元幼朝的相当一部分大臣 他们为了终止山宗朝绵延十余年的对外战争 也是用的大义之名 也就侵略他国 乃是不义之战的由头来打压主战派 他们甚至要求把开拓的领土还给西夏 在他们的一厢情愿中 只要我对西夏表现出了足够的善意 对方就会被感化 两国便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和平之中 不得不说 这实在是传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 事实上 原有大臣们这么搞 不但西夏不领情 就连原本被打服的青唐吐蕃 也误以为宋朝衰落了 并发动起了新的进攻 但被打了 这帮人才意识到问题不对 于是又将国策调整为了原有后期的主战立场 倒也算是种战争乃政治的延续吧 可西年神宗朝时 西北最以重的三位鞭臣 无疑是王少 李宪和宠恶 然此时 三人中有两人过世 而活着的李宪 虽只有四十余岁 却作为神宗新副宦官的身份 遭到了严官的清算与弹劾 那还有谁能再承担起 守于边疆的重任呢 这时 有一位常年追随李宪的将军 挺身而出 在张在之徒游师兄的支持下 顺利挫败了清唐与西夏的攻势 乃至为日后的折宗朝反攻 打下了基础 这位将军 便是崇恶之地 崇乙 主持人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飞送崇家将 一直是个比较奇妙的存在 这个家族虽然依靠军功力深 却一直是个实打实的文人家族 真宗朝时 因是崇放作为宋朝 崇文义武国策的象征 得到了朝廷的礼遇 而崇放的侄子 崇士恒年轻时 也是做的文官 只剩一职考不中进士 影响了升官的速度 才转职到了武官 然后一不小心 就成了崇家将 初代母 崇士恒死后 他的几个儿子也都很有出息 崇谷 崇枕 崇恶撒 在军界被誉为三重 只是除了崇恶外 再算上弟弟崇姿 一开始 所有都做回了文官 即使是猛男崇恶 也一度转过文官 可惜兄弟几个 都没考上进士 绕了一圈 还是组团干回了武官 不想崇家这几代人 积累下的考运 到头来都集中在了 末尾的一根毒苗身上 崇士恒的小儿子崇姨 终于算是考上了进士 也不知老崇 在泉下得知喜讯 会不会流下泪水 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别激动的那么快 因为马上会有个人 把一切都修正回去 西宁时 宋夏战争重启 宋神宗非常倚重重家将 结果他一看 崇士恒怎么会有个儿子 在当文官 来来来 给你个三班分职 好好带兵去 崇家将几代人的执念 就这么全打了水漂 然从大历史的角度而言 神宗虽然让崇家将 少了一个士大夫 却多了一位 亲世流敏的战将 而这 变成了崇姨 在历史上的初登场 与继承父亲 恒山战略事业的 兄长崇俄不同 崇姨的军事生涯 也如他考上进士一般 成为了崇家将领 特别不同的存在 他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建功 便是在西宁五年 跟随王少进攻金塘吐蕃 建立西河路 高尊义领兵南下 攻陷陶州和敏州时 崇姨接力下了功勋 王少归朝后 他又留在李县的麾下 参与了元分四年的五路法下 经略兰州城 战后崇姨便以战功 升迁至了从七品的 西金左藏库副使 成为西军的基层骨干 元分五年 为了感谢金塘赞谱 董战的出兵援助 崇姨曾出使那里 并结识了金塘大将 鬼章 鬼章曾在踏白城一战中 斩杀宋将景思立和王宁 虽然后来被王少击败 戴心中一直怨恨宋朝 他私下里 常将景王二将首级 传世西域诸国 以夸耀自己的武功 估计是崇姨看破了 鬼章的跋扈本心 二人在第一次见面时 便结下了梁子 在第二次桃州之战中 崇姨俘获了鬼章 鬼章便直言 事实上早在元封年间 崇姨再回到宋朝后 马上并和上级 强调了鬼章的威胁 然而那几年正是神宗病逝 原有大臣上台的时候 原来的拓边功臣李献 被无奈吊人 宋朝的拓边策略 也随之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然在李献归朝之初 朝中的梁府大臣 仍是以新党的大臣为主 所以朝廷就几次兰州保卫战的书勋 仍然给予了李献 及其麾下将祖 极为优厚的赏赐 可在新党首相王规去世 蔡雀出人山岭时候 新党成员便逐渐顶不住了 开始掌握台阶的旧党 纷纷对新党开始了清算 而李献这边首先遭到针对的 便是他在后勤上的得力副手 赵继 赵继在新宁年间 便深度参与到了新法之中 不管是老王的清苗法 还是木义法 都有这位李献名称的身影 很荣幸 他以一人之力 便集齐了开源 和拓边这两大 最为旧党所针对的东西 再加上赵继 曾和复辟霸相一事有关 马上便遭到了 旧党言官头子刘志的弹劾 和波州大批官员被免职 都是赵继的锅 说他的罪名是兴起大狱 残害寻救 玩的那就是个上纲上线 骂完了赵继 马上就轮到李献了 刘志扣了个什么帽子呢 占用国家资源 来信边士 托谋私利 宋生宗为了支持西河路的兵士 一度让李献 独掌本路的军权和裁权 尤其在李献以军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 宋生宗更从全国各地调集资源 支援西河路 李献的权力放在整个两宋的边帅中 也是屈指可数的 但是有一说一 这样的举措 确实消耗了国内大量的资源 如前几集说的吴居后 简州府等官员搞出的京东铁马 福建察言 都让老百姓生活在了水深火热之中 而为了支持西河路的财政 朝廷通过确查制度 又从四川也压榨了大量的资源 以转移西河前线 苏氏 苏哲 吕陶等出身四川的大臣 之所以会反对拓边 便是深知确查之海 如今这些问题 自然也被刘志当作油头 弹劾到了李献的头上 要说李献有没有利用权力 受受私利 只能说以目前的史料而言 都查无实证 但是他为了讨好宋神宗 而提出的那些大规模战略 也确实有依仗军权 大兴劳逸的问题 西河路由一人独领军权和裁权 从制度上讲 却是严重缺乏监督 其中门身的弊端 自然一抓一个转 早在西河路建立之初 便曾以经济问题 被下语了一大堆文成武将 这件事在过去的视频中 也有交代 虽说主要责任 还是得怪宋神宗的决策 但李献若不是依仗 天子心服的身份 也不可能统合那么多资源 建立如此书勋 政治战队这种事 不可能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何况人言官 也不好直接骂宋神宗 那也只能委屈李公公了 不久后 李献既被罢免一切内置 连杰度留后的告令 也被要求缴回尚书审 从此开始了 被朝廷头衔制散的生活 而吉人李献 西河路边帅的 则是我们另一位 非常熟悉的老将 刘昌作 老刘在五路罚下时的表现 其实也没比李献差多少 只可惜碰上了个坑爹上死 高尊玉 最后才无奈折击 然而同作为西风边城 刘昌作的立场 却更加清静就党 这次应以原有大臣的调刃 也是为了调整李献 在西河路时的残留问题 原有大臣的意思很简单 原来要打仗 才给了西河路那么多的权利 现在不打仗了 那么就得消权了 而这个思路 也得到了李献徽下记忆文字 牧炎的支持 我们有时候一直说 不管是看历史人物 还是看任何历史问题 都不能非黑即白 这牧炎就是个典型的案例 他是近世出身 做地方官史便极有才能 后来先后跟随寒将 崇厄突遍西北 容易上头的崇厄 在五路罚下兵败后 曾想过强行组建军队 再攻灵州 多亏的牧炎阻拦 才避免了一场军事灾难 在跟随李献后 他一直非常支持 这位公公的突边方略 可是在西河路的财权问题上 他又首先提议朝廷 将其剥夺 这未必不是之于 制度漏斗上的考量 有了牧炎的配合 刘昌作很顺利的 便把西河路的财权 划归到了陕西路那边 而当时担任陕西路 转运判官的 又同时曾追随李献的 文臣孙禄 孙禄和牧炎一样 都非常熟悉西河路的情况 经过他的测算 确实将西河五周 原本每年368万3000贯的花费 裁减到了189万7000贯 虽然他本身并不赞同 原用大臣指责西河路 所谓的只能亏钱的评价 但对待着采用缩减的问题 他还是努力的进行了配合 不想二人此时的合作 却便想为日后保住西河路 买下了伏笔 只是单单剥离财权 并非是刘昌做的全部任务 他马上又遵从赵命 将西河路的弓箭手 银田波布斯 也给罢灭了 李献向了善于安抚藩人 他在西北所战必胜 很大原因便在于此 可如今朝廷不想打仗了 也不愿意再花钱养藩人了 那么这李献赖以张目翻兵的 核心机构 也只能是遭到解散 短短数月之间 李献在西河路 辛苦打拼十多年的基业 被朝廷接连废坝 RM大于心死 放在重年的他地上奏章 以身患疾病为由 请求治世 朝廷仍让他提举重复功 一句道洛阳居住 但劳是如此 疯狗一般的刘志 仍不肯放过李献 他说李献的罪恶 是缘分朝编程中 最无法原谅的 这样的罪臣 尽量感住到生活便利的内地周臣 应该加重扁串 好在高太后对李献没啥恶感 并没有听从刘志的建议 不过有趣的是 被原有朝的国策 整得浑身不自在的 不只有李献 还有那寄认他西河鲁边帅的老将 刘昌作 作为原有朝的工具人 接连干了这几桩 柴人老婆本的骚操作 老刘此时在西河鲁的人员状态 也不下于贝利亚奥特曼 制约M78了 只在西河鲁当了不到 两个月的边帅 刘昌作便在召集等 西河鲁将官的敌意中 匆匆调任金远路 可寄认他的 却是个更加亲近原有大臣的武将 刘顺青 对于这些高层的政治博弈 崇宜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他能做的 只能是将自己观测到的 吐蕃异动告知上官 但新任上官刘顺青 再不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作为一个能官制三雅管军的武臣 刘顺青从来都是 极富政治灵敏度的 他甚至当时的朝廷 比如说反制青唐吐蕃了 就连西河路都打算遗弃 事实上 早在原分八年十月 归朝不久的范纯仁 便提议过其敌意合之事 而老陈韩伟也同时呼应他 认为西河路一地 每年要花费六七百万千博 若是要开疆拓土 那么拒守兰州 还有点意义 现在都决定西兵了 再战这兰州 无疑就是烧钱浪费 文艳伯同样支持退地 在他的奏书里 把神通朝所开拓的地区 全部形容成荒物贫瘠 不卯无用之地 完全无视了兰州之西市城一带 土地肥沃的客观事实 刘志则说 西河路的财用 都是靠雀查法 压榨四川画来的 不把西河路的财用裁撤了 就无法停止属中的查法之害 然后老刘又又顺便喷了一顿 王嫂和李献使奸臣 刘志密友王颜首也马上跟进 赞同气地 四川人苏哲虽然讨厌刘志和王颜首 但在四川被压榨的问题上 却选择赞同了气地 在放弃兰州的问题上 他比很多大臣的观点更加激进 苏哲不但认为兰州不具备战略价值 更觉得宋军也守不住兰州 站着这地又烧钱 又刺激西河人的神经 纯粹是亏本买卖 还不如把修成的钱 拿去收买延编部族 只要编帅能顺利收编他们 再在西河路内部造一座大城 囤住两三千人 那西河人必然不敢搞事 那西河路若是兵力不够 该怎么办呢 苏哲又指出 只需在交通基建 更加便利的勤奋路 布置好兵力和资源 随时增援 那就能解决问题 对于苏哲的观点 历史学家理来批评几多 如张靖先生便明确指出 秦峰路之所以寄建方便 完全因为这里是腹地 若是把腹地当成边关前线 一旦开战 这里的物资调配 必然会受到严重影响 敌军可不会乖乖地 就在缺乏守备的西河路和你周转 而是会直接升入秦峰路 截略资源 打仗都打到这一步了 本身就是战略布局上的失败 苏哲在内政理财上 固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但对于边关军事的把握 却充斥着大量的一厢情愿 和自以为是 当然最离谱的还是原有五年后 连刘志和王银索 都转变成主战派了 就苏哲还在坚持弃帝 这也让后世更对苏哲多有诟病 然比之上面这些 对西河路认知 落后时代苏格版本的大臣 反而是一直被互联网 骂成汉奸投资的司马光 观点更加务实一些 早在西风史宅家里修书史 司马光一度也是 支持丢弃西河路的 但好在他的人缘广阔 在路朝为相时 接触到了在西河路待过的边城 孙禄 尚在朝廷首提七地之时 孙禄便和同僚沐延一同 讨论过七地的问题 沐延虽然在财权的问题上 支持了原有大臣 但在七地上 却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他直言 兰州是西河路的关键 丢弃兰州便会危及西河路 西河路一丢 则必然会以动摇关中 自从唐朝丢失河皇后 一旦与吐蕃回湖战事不利 兵士必然危及国门 至今祸患已有两百余年 若非先帝鹦鹉 又如何得以收复河皇 如今一旦交还西夏 以其贪得无烟之欲望 恐怕不但无法停止战事 更会滋生无穷后患 孙露也非常赞同沐炎的看法 虽然他配合原有朝堂 裁减了西河路的财政预算 但至于文艳博、刘志 苏哲等人所谓西河路 只能赔陈的观点 他一直是极其不以为然的 作为真正深入过西河路一线的理财官员 他一直在强调 兰州至西市城一带的土地肥沃 需要增修宝寨 以拱卫当地上万情土地的开垦 这也及后来 接受苏哲针对的 治孤和胜如二宝 经过沐炎的鼓舞 孙露更坚定了自己反对弃敌的立场 不久后 司马光就弃敌一事 询问有人行术 行术便以孙露人品端正 就在边疆而举荐了他 当孙露得知司马光有丢弃整个河黄的想法后 马上出言反对 双方又沿及兰州防线的意义 孙露便对着地图 指出西河路山地交错 大后方通远军到西州只有一条通道可走 而西州北部依然接壤西下 如果不在西州北部建立防线 那么一旦西下来犯 西河后方的粮草转运 便很难依靠一条路来支援西州 如今恰恰是依靠兰州防线的构筑 才得以强化西河路的战略纵深180余里 让西下在攻打西河之前 必须先顾虑兰州 攻兰州之前 又得顾虑黄河天险 从而为后方转运争取了时间 说到底还是那个意思 兰州保西河 西河保关中 司马光听后也不禁大呼 所以在后来的上书中 一直被认为是七弟头子的司马光 他的观点反而是原由大臣里比较务实的 他不但认可兰州跟西河路的战略意义 还肯定了兰州这西市城一带的经济价值 这不得不说是孙鹿和慕炎的功劳 只是砸钢工的本意 人是要和西河合议 所以他还是主张 退还横山至陕西一带的 沿边六座山寨 范春仁兄弟的观点 也和司马光相近 主张用几座山寨 去交换被俘虏的人口 范春仁的弟弟范春翠 常年在冰关带冰 亲眼见证了 无路伐下时 百姓的凄惨 按照他的计算 弥指义和等债 深入西沙 转运极其困难 为了拱卫这几处据点 所需花费的粮草 是其他保债的数倍之多 代价 便是让参与转运的百姓 家破人亡 范春翠 每每聊到所见所闻 一上头之下 甚至连兰州防线 也打算放弃 他也算是少数深入边关 却赞同退地的官员 可能是受到兄弟的影响 范春仁才在元分八年 成为了最早提弃地的大臣 可是到了元有元年 他又受到门声 毕中游的影响 转变了态度 毕中游是 真宗朝名相 毕十安的后代 他在神宗朝参与了 拖边西北的战事 向了反对 放弃西河路 他写下了西河兰会议一文 以汉原帝放弃诸牙 和光武帝放弃西域 为参照 对比了元有朝 放弃西河路的观点 认为新年两汉时的 弃地背景 与宋朝时大有不同 他说西河路 虽然曾经被西沙人击迷 但并非是西沙人的直属领地 如今宋朝瓦解了 当地土博人的统治 又要把这地送给西沙人 这不是倒贴前 资助西沙人再来攻打自己吗 不过他也认为 一块地不弃 也很难让西沙人消停 所以也没为横山的 那几座山寨说话 范纯仁受他影响 便也主张保住西河路 引山寨换人口 事实上 就算是新党的安涛和李清晨 也知道义和已经成了国策 完全不弃地 是不现实的事 二人虽都坚决反对 放弃西河路 但安朝则同意了 放弃沿边四座山寨 李清晨则比较滑头 他说西沙人虽然有一乡一和 却并没有来进贡 那么宋朝倒也不急着 先退地表达态度 他又搬出了 久在边关的执政 吕大坊 希望朝廷咨询他的意见 那么作为原有根话旗帜 二代目的吕大坊 是什么态度呢 老吕竟来坚决反对七帝 他是少数连横山山寨 都不肯放弃的大臣 一者多赞同七帝 其实都应考虑的不够周全 弃地的照命不但会削弱国威 还会成为被四夷轻视的开端 但同弃地的观点 不过就是指责那些山寨 地处偏远 难以支援 驻兵少了 守不住山寨 驻兵多了 又消耗过多 陈却以为 隋州和兰州一带 到处都是肥沃的农田 只需增加民兵在那里开垦土地 收获的粮食足以支援 前方山寨 西年 李元浩夺得回湖的甘州 和六域部的梁州 才有实力进犯关中 如今 靠近西夏的青唐内乱 实力衰弱 若又让他们得到和黄谷地 那么之与关龙与蜀中的危害 便是我中国不得不顾虑的事了 其实别说弃地了 吕大方连碎壁都不打算给西夏 要说元幼朝为何后来能按着西夏和青唐土拨锤 老吕这样在陕西基层守国边的老陈 能做到首相是其中一个原因 而在朝堂争议退地与否的同时 还有位名叫尤师兄的中层官员 同样上书抗业了弃地 这是不管是尤师兄还是吕大方 元幼初年的他们都过于势单利孤 事实上就连新党的态度 也没他们那么坚决 到头来元幼朝的决议 虽然留下了兰州及西河路 却还是放弃了横山一带的四座山寨 宋下合议竟然已成国策 那么对西河路的清算 自然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元幼元年五月 主管西河路财政多年的干财赵继 以至龙图阁调任河东 不久后又受到王延守的阎官弹劾 再遭禀官 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李县会下的另一大将李浩 也被调任到了河东 做马步军副总管 原本宋廷打算让李浩去陕西的敷衍路 却因敷衍路统帅赵瀉和李县有过解 此时的赵瀉又赞同朝廷弃地的国策 故李浩不愿隶属于赵瀉回下 朝廷倒也是应允他 李浩可谓西风潮拓边最重要的战将之一 几次兰州保卫战中也是战功标柄 如今被调任西河路 负面影响不言自鸣 好在他是武将 又不似宠恶那般拉仇恨 并未被卷入政治斗争过身 直到张杰率边时 李浩将再次对阵西沙 至于青唐吐蕃那边 则关联到了赵季的退场 宋朝与青唐吐蕃的联络 一直以来都是由赵季负责的 赵季与李县一样是玩波琴 直到青唐国中派系伶俐 政治生态严峻 这就好比昔日中原的五代世国 乱世下的民风 从来是畏微而不坏得的 那么与青唐交流也只能是恩为病师 单纯的宽人招服 是无法征服住吐蕃人的内心的 不管是王嫂还是李县 都是靠的课金 假军事作业双限并进 才稳定住了宋土局势 赵季继承他们的事业 同样将董瞻融络得死心塌地 无路法下使 董瞻调集大军前至习下 以为李县的功臣掠地 创造了条件 可是现在李县和赵季都走了 云游朝不但削弱西河路 还一厢前沿地以为 只要多给钱拉拢青唐 青唐吐蕃就会继续做宋朝的小弟 那么就像吕大坊反对七弟时说的那样 在外教上表现得过于软弱 只会让岩边藩人 生起轻视宋朝之心 其实早在神宗末期的缘分六年时 青唐吐蕃内部便出现了极大的变故 青唐赞普董瞻晚年时 最与众的二人分别为 大将鬼章和养子阿里谷 其中鬼章常年在外征战 留守国内的阿里谷 反而在权力斗争中后来居上 宋氏说董瞻因为独子早逝 便转嫁阿里谷当做了自己的继承人 但是史家历来对此记载颇多怀疑 原因很简单 阿里谷本是于田国生人 纯纯的吐蕃赞普家外人 以这样的出身 在吐蕃这样重视贵重的国度 平稳继任赞普 是一件非常离谱的事 李涛在长边中 便认为阿里谷是在董瞻病死后 勾结其妻子发动的政变 才继任的赞普 而在彭百川的笔记中 又说宋朝和董瞻都主于传为给其侄侄子 木贞的后代八瞻角 也即赵传忠 并让大将苗履携带金币 负责双方间的联络 阿里谷得之后 变趁董瞻病重 将其杀死 以夺得赞普之位 当然 不管真相是哪一个 结果却都往一个方向发展 首先 阿里谷的继位 必然伴随着颇为血腥的军事政变 第二 以赵传忠为首的赞普后裔 必然会动摇阿里谷的统治根基 第三 赵传忠既然得到了宋朝的支持 那么这必然会影响到宋朝 与青唐吐蕃的关系 阿里谷为了生存 必然会投靠到 膝下的那一边 董瞻死后 阿里谷彻底封锁住了国内信息 这也导致了不少史料中 对董瞻的死亡时间模糊不清 而偏偏董瞻只去世一年后 宋神宗也往生了 紧接着的原有朝堂 调整了对外策略 大幅削弱了西河路的权限 宋朝这边越来越摸不清楚 青唐那边的虚实 这便让阿里谷更加肆无忌惮地 转向了西河那边 他不但在原有二年 与西河国下两起步 重新立下门约 约定在夺回西河路后 便把兰州挽给西河 阿里谷还派遣商队 以卖马的名义 深入西河路及陕西腹地 用重金收买了大量藩人 因为内应 同时又调遣 下来敌对宋朝的大将鬼章 集结军队 锁定住了生活在 陶州一带的赵船中所部 当然犯人中也不是所有人 都能被金钱收买的 有一部分人 边将这些情报 告知了边疆崇仪 作为崇世衡的后代 崇仪和其兄长崇恶一样 同样非常善于 招负犯人不重 这是当他将情报 告知边帅刘顺青时 老刘在干嘛呢 他继续在打报告给朝廷 报告西河路 龙原龙废太多 希望裁员 崇仪彻底对这大哥死心 干脆把心一横 直接阅记打报告 上奏朝廷 阐明了青唐吐蕃 在边境的异动 好在朝中主帧的大臣 不似刘顺青的班华头 首相吕公柱 执政范春仁吕大方 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由是 他们共同举荐了一个 久在边地的中层官员 以西河兰徽路 狗党攻势的差遣 前往边地 应对青唐 此人 便是张在的徒弟 游师兄 要说当年范仲淹 把张在劝回家搞入学后 张在倒是从来没放下过 军事这个爱好 不但在中年后 投身蔡田的墓中 影响了王嫂和黄开边的策略 他自己受的弟子中 不管是游师兄还是范玉 后来都在拓边西北中 立下功勋 张在还有三个弟子 都是吕大房的兄弟 这或许也间接影响了 吕大房对拓边的态度 让游师兄 有了足够的朝中助力 在元佑朝 守于边疆 游师兄本人 是宋英宗 治平二年的近史 他的第一分差遣 便是在西北边境 做宜州的四户参军 不久后便被上司的范春仁 看中 成为其门生 韩起手边西北时 范春仁又将游师兄 举荐给了老韩 并成功修建了西宁寨 然后小游就又被蔡廷看中 在西宁初年的宋夏战争中 才与边境吞田 破例功勋 之后不管是韩将 赵谢 还是吕大房 跑来陕西守边时 都要让游师兄 给自己做幕僚 小游也是常年 待在记忆文字的岗位上 参谋军士 可谓是不折不扣的 基层著使 这可惜看中 游师兄的那帮大佬里 除了韩将外 全是反对西分心法的官员 导致游师兄 虽然有口截杯 但就是梅露子 越级升迁 他就这么在基层 慢慢的摩堪 一级一级的熬自立 二十年转瞬即逝 原有原年 直到西分心党时时 看中游师兄的大佬们 全回朝做了载职 四十九岁的老游 才跟着被挖掘 升到了从八品的宣德郎 终于从选人 蜕变成了金官 过去我们曾讲过 宋代的从八品 虽然听着官位低 但只要成为金官 便意味着仕途的质贬 游师兄得也有资格 成为一方主官 然后便在青唐吐蕃搞事后 被调遣到了西河路前线 原有二年四月 在游师兄 尚未抵达西河路时 青唐的鬼章 已然在刘顺青的 消极防御中发动气息 他调遣七万大军 在犯人内应的配合下 攻下了陶州城 是活在当地的木针之子 赵船中未来的几手辈 战败被俘 他的名字 从此消失在了历史的记载中 当地其他数十个 轻轻送刹的部落酋长 也惨遭鬼章杀戮 然而陶州的沦陷 并没有引起 有顺青的重视 新冠上的他 尚没有建立起 自己的情报网络 所以他只以为是 吐蕃小谷部队来截掠 并不知道赵船中被俘的事 只是继续傻乎乎的传信 给阿里谷 让他约束鬼章 然后鬼章就很给面子的 在攻河州南川寨 峰会卢社两万五千曲 如略翻人六千余口 西夏人也跟着过来凑热闹 攻打西士城 战杀宋军守将 武门 多亏的西士城隔壁兰州的守将 仍是西夏克星 王文玉 西夏才继续 拿兰州没什么办法 但是原有以来 削落西河路全线的弊端 在战事中暴露无遗 面对西夏和青唐的夹击 竟然拿不出足够的资源 及时应敌 而刘盛清也没有才能 去应对乱举 使得继续被动防御 同年的七月 西夏和青唐 果然料定送上失落 西夏小梁太后 不但再发大军 入侵阵容军 更和齐兄梁起步 进起国中十二间军兵力 囤住于惠州西南 面向兰州和通远军而扎营 青唐赞普阿里谷 则调遣十万大军 分成两路 一路十万 自蒋诸城出发 进攻河州 一路五万 自阔州发兵 侧应西夏 攻打西州 面对如此危举 崇一一眼 便看出了击退敌军的要点 在于击败鬼章 不然让他在西河路中心开花 那抵御外敌啥的 基本也就不用想了 崇一和他老爹 从事很一样 自带被动机能 克金 崇一马上便顺利收买了 熟悉鬼章的凡人 得知鬼章 为了侧应阿里谷 和西夏的攻势 已将兵力散出 只带着万余人心腹 驻扎在桃州城内 崇一再将信息上报 希望能轻率五万军队 奇袭诡章 可是咱们的西河路统帅 刘顺青 还是表达了沉默 好在这一次 终于不是只有崇一 一个人在战斗了 游师兄已然到达了前线 他对崇一的计划非常看好 极力劝说刘顺青 接受提议 可刘顺青继续不听 游师兄倒是不怕麻烦 缠着刘顺青 劝说了三天 乃至不惜向上人头担保 崇一必胜 刘顺青才终于答应出兵 如此 有了刘顺青的支持 和朝中大佬的背书 游师兄终于有了七万兵力 以及足够的权限 来应对西夏和青唐的两面夹击 事实上 即使是崇一的棋袭计划 也不过是游师兄 御敌计划中的一环 人生地不熟的大帅刘顺青 马上便会在他的辅佐下 一反昔日只能被敌国 按在地上摩擦的窘境 在同意崇一棋袭诡章的同时 西河路率司 由调令老将姚四率军数万 抵达阿里谷围攻河州的十万大军 姚四旨在发兵次日 便攻破了吐伯的前沿据点 六部宗城 焚烧营仗百余里 斩首千级 在一日 姚四右攻蒋诸城 将吐伯军全部堵在城中 然后及时分兵给勇将赵龙 抢在吐伯大部队渡河支援蒋诸城前 将交通要到蒋诸桥先行焚毁 吐伯军少了阿里谷的这十万大军渡河 另一路五万兵马也失去了出兵的意义 与西下军惠视西州的布局 也由此破产 另一边 崇尼同样率领数万大军 在山谷间向着桃州城几尺而去 因为夜间下起大雨 崇尼便将军营 驻扎在了桃州附近的青藏峡中 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 崇尼麾下将士 始终保持着严质的军容 该因崇尼用兵持重 极善治军 起先 勇士雄将包顺等藩人大酋长 归于崇尼麾下时 包顺等人仗着昔日的军功和资历 颇为侵蚀这位崇尼的右弟 崇尼表面上却是一直和和其其 给犯人课金也非常大方 不想包顺等人 也但犯了些许小过错 崇尼便马上变换脸色 直接便要将他们军法阵势 包顺等人知道了崇尼不好惹 这次在拿他们秀恩为病师了 由是磕头求饶 愿立功赎罪 如今 面对磅礴大雨 以及未知的前景 树弯大军囤出一峡谷之中 竟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沉寂 雨后 天凤大雾 遮蔽了桃州城外的一切视野 崇尼果断调兵 在身不知鬼不觉中 完美包围住了桃州城 直至迷雾消散 驻扎城上的吐伯军顿时大惊 城下的宋军 仿佛天兵下凡一般 突然出现在城下 吐伯军在士气上便衰败了一大截 崇尼弄鹤之下发动总攻 一时间 宋军战鼓喧天 杀身震野 只是一轮总攻 便将守备松懈的桃州城重新收复 这一战 秦拿敌军大首领九人 斩首1700亿级 万语敌军在逃难时 有近半数 逆随陶河之中 鬼章军被缴获牛羊气甲数万 连下来骁勇善战的鬼章本人 也被宋军一举擒货 要知道 新年神宗时的一大心愿 便是秦拿鬼章 替在踏白城之战中 阵亡的将士报仇 不想理谢和宠恶都没做到的事 如今却被宠仪完成了 一时间 拥有朝野内外深意为荣 不但宠仪本人 被升迁为西上阁门使 并领康州刺史 从此位列横班的高级军官 连跟着他作战的包顺 也因实行出力 被升为横班 包括尤师兄黄廷坚在内 朝中都有文臣创作师父 歌颂宠仪的战功 使人将这些诗文收集 刻为平陶州诗碑 立于今天的闽县广复寺 同年11月 诡章被押送至开封城县府 小皇帝宋哲宗 第一次以上国的君主身份 主持仪式 在诡章认罪归顺后 将其松绑下狱 朝廷更让大文豪苏东坡动笔 以著文向神宗临请告诫 一味其心 然而比较黑色幽默的是 这一战中同样贡献良多的尤师兄 却因为指挥作战使乐权过多 违反了陈旭 最后并未得到太多分赏 反而是纯纯靠下属干活拼杀的 刘顺清大帅 却因此番大劫 胜任五官巅峰的三亚冠军 实在是颇有点 谢谢你泰罗的错觉 果然在宋哲宗亲政后 并有编程上书 只是刘顺清和摸鱼的 凭什么得厚赏 而游西雄却要被怠慢 由此可见 公道从来都在人心之中 同在崇宜申请诡章之时 其他地区的战场也发生了逆转 吐伯军祭除 蓝州门神王文玉 终能抽出手来 出兵击退了西河鲁一带的西夏军 王光祖 王山等大将 也不再被刘顺清的摸鱼战法之故 跟着刷起了战功 他们与姚思军配合 又斩获蒋诸城一带西夏军首级 千语级 再来看陕西战场 当镇荣军被围攻时 多亏有苗兽之子苗吕 居中手遇 抵挡住了西夏军 而金热鲁统帅范纯翠 为了救援镇荣军 直接派大将屈征 率军深入西夏三百余里 在横山区六旅一地 打败西夏军 斩获一千两百余级 以这种换家战法 成功逼迫西夏军撤退 小梁太后与梁起步 见得几路攻势全被挫败 也值得仿佛他们的长辈 大梁太后与梁蚁蛮一般 结束了这波攻势 这是宋朝此时尚不会料到 这两位新任西夏统治者 虽然暂时吃了憋 但在未来的战争中 他们的癫狂 将远过于西分时期的 那对梁氏兄妹 这是随着原有二年 西北大战的终结 宋朝中曾经组合的一些老臣 也确实意识到了 西夏人的熊熊野心 对于曾经坚决反对脱编的立场 表现出了犹疑 因为就连下来坚定组合的老臣 文彦博 都对西夏的入口搞事 奔不住了 这无疑是原有大臣内部 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原有三年七月 李县会下最得力的大将 苗寿和李浩 都一次被升为三牙冠军 描述跟静而官拜 节度史 对于这些西河鲁军官的提拔 不知是否代表了 原有朝治于西北战士的态度转变 然很拧巴的是 萧拉对西河鲁战士 最有发言权的李县 却至始至终 没有被朝廷咨询过任何意见 这位曾在西北战场 军功标秉的名将 便在这样的寂寞聊赖中 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年 宋哲宗 原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神宗朝最重要的名将之一 宦官李县 以宣中观察史的身份 并识于陈州 享年五十一岁 原有大臣 并没有寄予他任何的嗜好与爱荣 直到宋哲宗亲政后 才特地视李县为闽克 追赠为武太君节度史 宋朝对于李县评价的反正 一直持续到了宋高宗难度史 因为高宗史将王国责任 甩锅给了习分变法 那么作为脱编代表的李县 也因此被打入了兼唤的行列 再加上李县还是同贯的师傅 那么受这位师打师的兼唤徒弟连累 替李县说话的人也就越少了 据路由的笔记所在 李县在晚年时 曾将同贯举荐于蔡金 该因自神宗朝时 同贯便一直追随在李县身侧 学习兵法 正因如此 才让蔡金在徽宗朝 成为了同贯 拥兵西北的后盾 同贯在徽宗末年的举措 果然荒唐 但在徽宗前期的拓编活动中 也算破例功勋 其中必然是多有继承了李县的遗志 而事实上 继承李县军事思想的 也不只有同贯一位 则在李县尚未去世时 元有朝的编程中 仍然多有人将他的用兵制法 重新推广 范乡之子范玉 便是在刘顺青调任后 重新恢复西河鲁建设的新任统帅 而在范玉建设西河鲁的同时 李县顾将李浩 也被调任到了陕西的环庆路 担任总管 当时的环庆路统帅 不但赞同范玉和李县的兵略 更在之后的宋夏战争中 鞠躬至尾 此人便是被誉为 立边公 为西方罪的一代名臣 张杰 张志夫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会 点赞 启会 咐 转发 启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